大家好 大家好 这部影片出现11月3日 我们收到消息了 将会搞生心不息的第三季 中华季 将会在11月19日开始做录影 大约估计12月出 有什么歌手名单呢? 当然我会留意到 林奕连和容祖宜 两个天后级歌手 台湾那边都很吸引 就是齐宇 Aleen 香港年轻的有张天赴 但是香港歌手里面 男生会不会比较少人 会不会是第二第三集会出其他人呢? 但是另一边 也让大家立刻想到一个问题 咦? 早前不是盛传姜濤可以有份 星身不息的 现在呢 就已经是确认了 应该就叫衰了 那为什么姜濤不能进入大陆呢? 一会儿会跟大家说 另外也想说一点 关于 这个 罗麦欧与朱 与朱英台 看得我真是想死 一会儿再跟大家说 好,那我们先进正题 请大家订阅 何志光有首必记的频道 分享 留言 赞好 和按铃铃铃的 请你们每天的12点或晚上的时候 看看什么影片出 好 首先我仍然叫大家 继续跑数 跑Yumi那只 叫大挑恰家 其实走势真的不差 都上到六十多万view了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大挑恰家 前明熙的Only For Me 我觉得挺好听的 那首歌已经过了一百万 希望继续上二百万 但是 其实很多人都赞 Windy 是真的那条蛮腰 真的很吸引 在这个大挑恰家里面 什么都好 大家继续支持四小花 先说一说 如果你说声声不息 这个中华季 就是说 中港台炒一碟了 声声不息 可能台湾季 在香港的讨论度 真的不算太高 我要说回来说 但是也有一些比较 结出的作品 在TVB中藝都可以得到高view 即是七八十万view 其实也是说 台湾歌手很多都很有水准 这是个事实 今次声声不息 这个中华季 即是中港台大 混在一起 你看到歌手名单里面 周深呢 是很吸引的 因为在大陆来说 周深呢 和李克勤呢 是在大约2020年尾 组合了一个叫勤心心的组合 那李克勤呢 和周深呢 大家互相帮助之下呢 令到李克勤爆红 所以2021年呢 在这个 星梦传奇呢 星梦一还没完呢 李克勤就已经走了大陆挖金了 其实近几年呢 李克勤在大陆也算是很红的 以这里来说 其实里面其中的助力 当然是周深啦 那么其实周深呢 落实了的话呢 其实都很有看头的了 但是呢 我觉得男子那边呢 始终就差 在港台歌手里面 无论是 台湾的男歌手 或者是 香港的男歌手呢 现在你看这个名单呢 比较是弱的 这是一个事实啊 那你会不会说 喂 其实当然这个节目 就会 马拉重式做回十几期的啦 十一二三期左右 那里面会不会有一些 有份量的男歌手出现呢 在香港那边 那会出现哪个呢 这个就是我拭目以待啦 那你见到张天库呢 是 顶了姜濤的位置 那就是可能初初呢 大陆呢 可能就说 哎呀 在香港年轻一代男歌手来说呢 是 入到视频线啊 可以见到 在大陆的角度见到的呢 是姜濤 但是姜濤呢 的而且确呢 他后面那个背景呢 我想大陆都认为呢 不可接受 就是说呢 你李嘉诚家族 始终都是做些行为呢 在大陆里面呢 仍然是不能够放心的 所以呢 没有办法呢 让姜濤进入大陆 我解释是这样的 张天库呢 后面的公司呢 就华纳 华纳呢 基本上呢 就不肯上这个 的 TVB的 但是如果将天库呢 如果将天库呢 现在 confirm 是回到大陆的啦 那就是说呢 你华纳那边的歌手 会不会 多些和大陆合作呢 就是说很明显 华纳也是一个呢 美国的公司 但是华纳呢 基本上呢 后面都有几多 重要的歌手 譬如说 惠蘭啦 是不是 也是现在 张天库 都算是 好像最近有电影出 那样东西 但是不特别提 那套电影啦 呃 富豪组合嘛 现在华纳有两个男生人 都不算新的啦 现在第二三年的啦 张天库加这个 这个洪家豪啊 所谓的富豪组合 那就是如果你说 华纳 得到 大陆的拉拢 可以入到湖南卫视的话 会不会 就是 迟些 华纳的歌手 会多些 上TVB呢 这个 可能性呢 也都不低的 OK 那我们拭目以待啦 因为 很明显 去年 2022年呢 华纳呢 是不肯去呢 勁歌金曲的颁奖 怎么例的啊 这个呢 摆明是有点 不给面的啦 因为可能呢 TVB的力量呢 是落了去 环球那边 那边 那环球可能 生气的啦 觉得你TVB 不够支持 开始就 玩东西 这件事情 那 今年呢 大陆呢 就开始 出手去拉拢 李华纳 看看将来的发展啦 但是 张天赋呢 入到大陆呢 基本上呢 入到《星身不息》呢 看看会不会延续啊 而明熙呢 在《星身不息》 一鸣惊人嘛 第一集 张天赋有没有这个本事呢 是不是真的在大陆唱《记忆棉》呢 我真是拭目以待啊 其实呢 《记忆棉》这首歌呢 亦都不错 不过呢 在大陆会不会 可以拿到 好像闫名熙啊 唱《非非》那种的震撼呢 这个真是拭目以待 那我这里先说这么多 真是《星身不息》 这个《中华季》那里 但是如果你说说这个的 这个 这个 《罗墨欧》与这个 《竹英台》 那顾名思义呢 应该的主角就是四个人 《罗墨欧》 《朱丽叶》 跟着呢 就是《梁三柏》 《梁三柏》 《梁三柏》 就是《万事通》 在这个节目上另一个名字 还有 《竹英台》 但是在这个节目上呢 变了《竹英桥》 那这套剧呢 现在呢 很明显的收视就走低的 已经跌穿20点的了 台庆剧呢 可以玩到这样呢 我都猜不到的 就是TVB是不是走向衰落呢 当然不是啦 是不是啊 就是你见今年年初 《梁三柏》 《梁三柏》 有这个隐形战队 哇 上到25点 《破毒强人》 上到24点 20点多 差不多25点 所以这两套剧 都是有打斗啦 或者是有一些的 剧情的篇排里面呢 有张力啦 我直接点说 《破毒强人》 剧力万军 隐形战队呢 就性性感感加 没有打 和那些剧情都基本上是合理 这样呢 掀起高潮 但是现在呢 罗默欧与朱丽业呢 就以大量的枪战的背景 但是你说大量的枪战 原来后面的 是一个呢 一个真是架空 不存在的世界 你看到那些人呢 代入不了一回事 但问题是说 你四个主角 应该那些剧情就围绕 这四个人就应该就够了 但事实上呢 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罗默欧与这个 这个 朱英台呢 是经常那些剧情 走了下去的配角 就是你有时觉得 喂 譬如说 举例呢 现在啊 啊 陈豪 就会见到 蔣祖曼 蔣祖曼去了地白区嘛 那你不知道我说什么 不要紧 蔣祖曼的角色呢 叫做朱英华 是朱英桥的堂妹 那样 但是你朱英华 和这个的 这个的 万事通 就是陈豪 和蔣祖曼那样 里面太多 无谓剧情啦 你一会儿又说 他们有意气 一会儿又说 他们怎样估惑 哇 大哥啊 有时都说 你蔣祖曼这个角色 就是朱英华 那样 就是我完全看不到 他有什么重要性啊 大哥 就是现在你玩三角恋嘛 是不是啊 朱英桥 朱英台 就是说 这个的 陈豪的老婆啦 陈一薇 会和蔣祖曼爭啊 这个啊 这个的 陈豪那样 但是你太多 无谓之节啦 大哥 有时都会说 喂 你无端端说说 罗默欧 就是说啊 说 罗默欧的 哥哥 说哥哥呢 就是他们两个哥哥爭女 那样 喂 其实那些的剧情 我是没有兴趣啊 就是你如果你的剧情是松散的 就算你是 丢很多本呢 都是事倍功半的 其实呢 如果你说 荷里活的电影呢 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譬如说《星球大战》第8集啦 那么我其实 最近回看回 因为有机会看到《星球大战》第9集 不如看一看第8集啦 事实上《星球大战》第8、第9集呢 第8集的剧情是松散的 因为呢 主角应该就折击江剑那两个 两位人士啦 那样 算了 不说太多了 但是后来呢 他就 剧情扭了去那些不关重要 不能打气的角色 那你说 两个多宗 一大堆呢 我觉得不吵架的人 你在那里拖气 那你就算是说 你《星球大战》 已经运作了几十年 你这个剧本不行呢 套剧怎么努力都没用 去到呢 《星球大战9》呢 又是抵骂的 变成了神话故事 哎 看到你吐啊 就是这些呢 就算一个呢 这么资深的系列啦 几十年 但是去到第8、第9集呢 原来都是烂片 例如你呢 这个的 罗麦欧与竹英台呢 基本上就说 哎呀 你说美 美术指导很漂亮 陈豪和他老婆第一次 陈一薇第一次 陈一薇第一次复出 但陈一薇的那个样子 又是不开胃的 你扮男人呢 扮得太似了 就是我看下去呢 就是不吸引咯 就是陈一薇你是选美冠军 我预计你 我是看一个美女走来走去的嘛 就算你生个儿子也好 但是你那个 扮男人的样子呢 其实我有点不开胃的 那套剧呢 现在我估计呢 会个 那个收视会继续走叉的 不过我不说那么多了 可能你没看了 你都 可能看看你都受不了 可能我也要放弃的 我说到这么多了